每一笔一画,每一笔一画要一笔过 中途就不好,又停一停,又什么 这样就不太帥 你画这些东西就是一笔一笔挥过去 画得不帥也没问题 但你要保证你每一笔都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明白吗? 明白,收到 因为今天道家法术中级班第六课 对画符的要求更加多 其实第六课都是一种小法事 所谓的法事都是由很多种画符、很多种念咒 结合而成 只不过是 法事 将画符、廉咒这些步骤 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一路规定下来 你走完程序就可以了 这些基本功都是廉咒、画符、做事 这些都是基本功 今晚我们讲的道家法术中级班第六课 广、阳宅的净宅 招龙和开缸都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家的条件允许的话 净宅初一十五都做一下 招龙等你熟了之后一次过做对 开缸也是一次过做对 这样就可以了 家里大小都没问题 其实小的效果更明显 开始上课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许光明老师 今天跟大家上课堂是 道家法术中级班第六课 阳宅、静宅 招龙、开缸 这三个大法 教给你听 因为这三个大法 只要是用来做什么 调风水 很多同学不懂得风水 又或者不知道怎样去搞风水 又或者请个师傅来看风水 又很贵 那你就会用这套方法 你懂得这套方法 你帮我们看风水 或者不帮我们看风水 你都会用这个方法帮我们 把这个风水调好 无论你是 租的屋 住的酒店 只要是长期住的 你都会用这个方法 去看是怎样的 我们这堂课详细地跟大家讲解一下 第一 承宅 俗称辟邪法杀 其实辟邪法杀的法术 是很多的 内容很多 有针对人的 有针对家的 有针对山川河流的 有针对汽车的 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是有一个空间在 你就可以用这个 承扎的方法 这是大家讲 只要有一个空间在 都可以用 什么时候要承扎呢 一般有几种情况 家人经常不团结 吵架 家人经常无顾身病 比如说 刚好没多久有病 或者 家人刚好完 第二个有病 第三 在外面做事 就好地地 回到家 就死 就不爽 这种情况 其实是很古怪的 你在外面做事都OK的 为什么回到家 就觉得 周深不罪财 常常都想找人吵架 看谁都不顺眼 这种情况都有很多 家有异味 这种情况更加多 不是人为的 比如说 妈妈炒菜很香 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是觉得有股脆 又不知 从哪里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只是自己闻到 其他又闻不到 这种情况 都是要 做政责的 我出去做事 我有时候会突然闻到香火味 会突然闻到 这种情况 我就知道 有神来 但是有时候闻到酸缩的味道 那就要小心 它不是丑 酸缩的味道 那就要小心 或者腐烂的味道 家里比较阴暗 这个阴暗不是彩光不好 而是 日头都觉得 阴阴的 又或者晚头黑了 把灯打开了 都感觉到 某个角落 阴阴的 这种情况是一种直觉 特别是小孩子 和猫猫狗狗 不喜欢去的地方 特别明显 在家做事 在外面 身体挺好的 回到家就病 又或者 两夫妻住 也好 爸爸妈妈 过来住几天 就会病 这个时候都要用导执 小孩子经常哭 半夜经常惊醒 家里有异常的响动 比如 经常感觉到 客厅那里有声 或者门口那里有声 打开门看 又不见到有什么 经常发梦的梦 家庭风水不好 等等 其实 即是你回到家 或者在公司 你觉得 不爽 你就可以用这个 净宅的方法 就用净宅的方法 净宅我会教两个方法 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 去做 第一种方法 把所有门窗打开 静宅一定要时间几时做 一般是固定做的 初一十五座最好 紧急的时候就不理 初一十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日头做 上午做就比下午做 晚头一般就不做 当然你急的时候 晚头一做也可以 嗯 把所有门窗打开 正所谓把所有门窗打开的意思是 你有防盗门 要不要打开 你的防盗门是透气的 就不用打开 如果防盗门是不透气的 也要打开 在客厅中间 或者房屋的中间 别水的 一楼就可以了 一般在房屋的中间是最好 除非你房屋的中间 不适宜点火 然后就移到客厅的中间 即是尽量靠近 房屋的中间是最好的 那怎么做呢 用三斤高度白酒 即是国产的米酒 不是米酒 米酒是没那么高度的 比如说 国产的酒 什么二窝头 有些同学 早几期有些同学说 福特加行不行 行 主要是粮食粮造 酒精行不行 不行 因为点酒 除了驱邪 辟邪之外 还有共神的功能 所以不可以用 用酒精来搞 你自己都不喝的酒 就不要搞了 起码这些酒 你自己都比较欣赏 倒入不秀钢盘里面 这个不秀钢盘 没有雷工那么大 没有雷工那么大 因为 你 做一个很大的盒 来装白酒 白酒烧一会就烧完 就没效的 一般白酒起码要烧20分钟到30分钟以上 更好 所以一般三斤高度白酒 差不多倒门的盘 比如说不秀钢 装汤的盘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是否一定要三斤高度白酒 多点少点问题也不大 好 你一开始把这个酒 放在地上 一定要找些东西垫着 你不垫着 因为热火的时候 热量可能会弄坏地板 一般我自己 拿一张湿的毛巾 把毛巾弄坏在地上 才放在盘 先用打火机点着 有些同学 怕烧到手 怎么办 用防风打火机就好点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时到冬天 天气凍 那些酒就没那么容易点着 怎么办 随便拿一张纸 点着那张纸 然后把那张纸 掉到酒这边 就可以点着 这些都是一些经验 因为到冬天真是 特别是北方的冬天 那些酒很难点着 这些火就点了 怎样呢 在里面 加烧三道灵符 这三道灵符我稍后就教 你们先学习这个方法 符头符尾都可以消 先点符头又行 先点符尾又行 先点符尾又行 点头又行 点尾又行 点尾又行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但是正规的做法 是怎样符尾的 怎样右下角 右下角 为权 为牵挂 又是开门所在 又是天门所在 一般正规的就是点右下角 其实是没所谓的 那怎样点呢 怎样点呢 迷路要行 咸咸咸 recession 为什么要 tick 那你拿着符 这个 一个锤子 那 Being -anyone 面交场 然后再令梦 自己掉到酒 一定要让梦掉到酒 它跌到可以 你都会好像爭了 你都会就继续 把番人往现在的童子 三道符先燒哪一道,后燒哪一道,稍后再说 一边燒符,一边念静天地神咒 静天地神咒,稍后再说 可以找人对着这盘火,在这里玩手机,看书,聊聊天 一般烧20-30分钟就烧完,但烧完要等待灯冷 要等待灯冷,大概40-1个钟 你可以吃饭,聊天,只要是家人都会碰 外面的人都会帮你碰,哪个人碰都没问题 如果女人来月经,这个法就不做了 委托家人做 40分钟,1个钟后就冷了,那水 倒在哪里,倒入门外 剩下这些东西可以倒在家里面 一定要倒在屋外面,阳桌也可以 但一定在外面,密封阳桌也不行 但千万不要倒在厕所,垃圾桶和下水道 这是第一个方法 这种方法的原理是什么呢? 在法术上面 我们说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 先天八卦,尚为桥,牙为坤 就是为天和地 这是先天八卦的位置 后天八卦里面 上面是梨 下面是坎 就是一个火 一个水 就是通过 碰着这个酒 放下相关的符 激发天地之气 沟通天地 这是第一个理论 第二个理论是什么呢? 因为整间屋 在中间点火 它就会将沟通天地的能量 和这个符的能量 会传到有热气的,有月亮的 那些火的月亮 和空气分子的月亮 进行交接交回 空气就会变热 空气就会去到 在家里任何一个窿 便会变得到 如果家里够大的 放中间可能 yer 不够 这时候是真正的 你可以选择中间放四个窿 在别水一般是一楼就行, 但为了讲求效果, 最后每一层中间都要消化 用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很快将整间屋的运气变得越来越好 当然也要打开门窗, 要不然没有氧气就很麻烦 这是大家一种方法, 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再问, 如果突然闻到酸酥臭味, 会有什么发生? 如果初一十五真的不方便做, 可不可以我选择天地人入货 或者用金阳入货的方法去摘局一时去做? 如果初一审没有空去做的话, 其他日子都可以做 设得摘日就更加好, 天地人入货或者阴阳入货不算是最帅 我到第七堂课会教三王入货 三王入货是专门针对做法使用的 三王入货代表天王, 地王, 和紫薇 天王, 地王, 和紫薇 选三王入货就更加好 最好是初一十五做, 因为初一十五是万丈更新 特别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立最好点一点它 但是, 老师, 我想问, 万一初一十五的日子 在摘日的角度看, 是空日的时候都照做? 没有所谓的, 法术这些是随时做, 随时好 没有可能我有问题就要等到好日子才做 这是没有可能的 法术就是讲求快速见效, 不啰嗦 只不过你是懂得扎日子, 正好那个日子又漂亮 正好是那个日子做, 效果更加好 但是没有可能等到那一天才做 明白吗? 明白, 老师 好, 加加呢? 加加想问什么呢? 刚才记得加加在这里, 想问你 不是啊, 你解答了 解答了 好,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怎么做呢? 第二种方法是因为有些家人反对点火 又或者家人太小, 又或者家人不实际 其实点火是最好的 点火是不实际的, 那怎么办呢? 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 你找一个碗 第二种方法, 将这三个豆腐烧到碗里 烧成灰 等火关掉之后, 再倒入一斤到三斤白酒 再混合一混合 混合完之后, 用剑子 所以, 排气线空调 如何定义呢? 所有通往屋外的门窗 和洞洞洞洞洞 都要弹一片 一边弹, 一边要念天地神咒 有房间门要不需要弹? 不用, 因为不通向外面的 通向外面的门窗 洋台, 排气线, 空调口 都要弹一弹 我做个视频给大家看 后来我发现这个功能很好用 啰嗦点 比如说你搞好这些东西 这样用三山子的图在这里 这样刺氧一点 用三山子 这样图在这里 就正规一点 当然你这样链入也可以 只不然让行家看 就觉得不太正规 三山子的图在这里 用剑子涵水 一咸, 一咸下去 就是這樣做 老師,我有事想問 我想問道家的道指是怎樣的樣子 道家的道指是這樣寫的 手指是怎樣做的? 有人說右手是劍指,左手是道指的樣子 哎呀,那些太過講究,沒必要這樣講究 明白嗎? 沒必要講究 有些人說做道指,指法有很多 劍指,雷印 有道指這樣做 有這樣做道指的 有很多種,不用理會 這些學法術的東西 只不過是用到哪個法的時候 還用什麼手指 平時也不用這麼講究 好嗎? 好的,謝謝老師 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英文名字是怎樣讀的? Joseph? 讀Joseph? 你當第一個音讀Joseph 你當第一個音讀Joseph 污髒的Joseph 你就污髒了 不要這樣說 Joseph 即是師父 是的,老師 Joseph 聰明的男生叫Andy Andy Jacky 奔小蟹 就叫Jacky OK,第二種方法 有沒有問題? 我今天在家裡休息 穿得比較休閒一點 第二個方法 剩下的酒 都是跟第一個的一樣處理 是的 謝謝 還有,你的酒不捨得倒也可以 放在家裡某個地方就可以了 也有效的 好,第二種方法 好,那就交付了 還沒交付 這個是靜責 靜車也是這樣用的 靜車也是這樣用的 當你買的新車 要不要靜一下 靜 買的二手車 更加要靜 二手樓 靜 尤其你幫人看風水 靜一靜可以嗎? 車去過不乾淨的地方 比如說去過醫院 送過病重的病人 或者死人 都是要靜車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後來我自己的經驗 車臨生產的大婦 大婦就沒所謂 即是 她要生兒子 要帶她去醫院 尤其他生了出來 這台車也要靜一靜 還有,她家裡剛好有親人過世 她又去了送殯 三天來 坐這台車也要靜一靜 還有,墮胎 留產 未過一百天 坐這台車也要靜一靜 這是我自己後來的經驗 這是你的經驗 這台車去過墳地 去過殯儀館 去過醫院 都可以 深山老林的寺廟 道觀 去過災區 都要靜車 或者你開車的時候 總是覺得 車的後座 覺得有人 都要靜 我舉的例子有很多 你覺得要靜的時候 都是要靜的 比如三浦人草 你的車靜不靜 懂得都靜一下 又不用浪費很多時間 那靜車的方法怎麼靜呢 將車頭 左邊 右邊 車頂 車底 上下左右 所有門窗 都打開 所有座位都打開 還有後備箱引擎蓋 可以不用打開 要的 要打開 當然你靜車用酒來靜 就熬煙些 可能會著火 這時候怎麼辦 就改成陰陽水 改成陰陽水 還有些朋友 那台車有什麼增皮座椅 弄濕了怎麼辦 少少水 我又不是叫你 就是把水滑進去 把水滑進去 把水滑進去 又是要邊彈邊念天地神 靜車 和汽車開缸的意思是一樣的 只不過現在的人 汽車開缸搞得很複雜 整車整水 沒有過必要 一般你靜車之後 在車頭那裡掛一條鏈 那條鏈 我會做成一個吊嘴的 圓圓的 風深的 我會塞到什麼扶下去 雨人大那裡扶下去 有一個歐仔 拿一條繩插著 掛在車上 就可以了 你開飛機也不怕 當然不可以開飛機 還不可以喝酒開車 香港喝酒開車 犯不犯法 因為大陸是犯法 香港喝酒開車犯不犯法 你出不出事都大陸 給別人一茶 你喝一杯啤酒 叫做酒後駕駛 你喝大了 就叫酒醉駕駛 酒醉駕駛更麻煩 不行的 我們這邊要行政棄留15天 找誰都沒用 找誰都沒用 所以在大陸開車要小心點 不過大陸是有代價的 有代價這些東西 香港有沒有代價呢 代客拍車我知有沒有代價 沒有 沒有的 沒有嗎 你們的DD打車這些 過不過得去呢 DD打車 香港用另一個APP 是不是DD 還是另一個叫什麼名字 另一個的 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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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代價 沒有代價 沒有代價 我們是有代價的 但是在大陸 我試過一次 去比較偏遠的地方 吃飯 就沒有代價了 拿命 被他搞死了 叫朋友過來開車 等一整個小時 好 好 其實你用靜車的方法 又是車頭掛魚銀帶 做一條鏈給他 或者把道符塞到駕駛室裡 都可以的了 都可以的了 基本上開車是沒有問題的 開車是沒有問題的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 如果我把那個符燒完 我彈完之後 我放了酒 那些酒 我可以保留 可以保留 但就沒有打 就沒有蓋 蓋子 要讓那些酒散發出去 我揮發的 不是留你下次用 等它揮發 下次就沒有用了 等它揮發出來 你慢慢揮發能量出來 一樣有這個靜車的功能 明白 一般你睡不著 睡個夢 這樣放完之後 你放杯酒在床頭 就可以了 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 明白 其實這招有很多種用法 你們懂得畫夫妻和合符 都可以的 把夫妻和合符 燒到碗裡變成灰 倒入高度白酒 搖一搖一搖一搖 然後把它放到床頭 再加入幾尾中藥 一個當歸 又爆料給你們看 一個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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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淫陽豁 一個淫陽豁 那字怎麼寫 我忘記了 淫陽豁 豁 豁原甲的豁 當歸 淫陽豁 就這兩尾中藥 再加甘草 這兩尾中藥不用放那麼多 少少就可以了 一切放下去 有助於夫妻感情 有助於夫妻感情 有些人生小孩 不能生小孩 去檢查又不見有什麼問題 用這個方法 都是可以的 有輔助治療作用 記一記了 一般當歸是十三克 淫陽豁 是十三克 金醋是少少 十三克 記住這個 很多道家法術都會用到中藥 基本上每一日 都會用十三克 基本上都可以的 可以的 當然不要用這個方法做壞事 做壞事就不會保佑 正天地神就 如何讀呢 其實這些字很簡單 你們用家鄉話來讀就可以了 用英文就不可以 用家鄉話來讀這個意思就可以了 天地自然 背氣分散 動中原虛 滿朗太原 百方威神 使我自然 寧寶扶命 訃告九天 賢羅達辣 動光太原 斬腰覆斜 道仁萬千 一般不說殺鬼 當然你覺得自己夠power 你就說殺鬼萬千 宗生神就 賢齒辱民 持眾一片 卻病元年 岸行五惡 白海之民 魔王束手 視為我圈 空會消散 道氣長全 骨骨如律令 這就要這樣說 但一個寧寶扶命 請記住 道教有三稱為最高領導 最高的神 一般是三個大佬 中間這個就是原始天尊 右邊這個就是寧寶天尊 左邊這個就是太常老君 這道符 你看到咒語顯示寧寶字樣的 或者顯示原始這兩個字樣的 這些符是高級很多的 這些咒語 一定要掌握它 一定要掌握它 這道符 這個咒語 又是去當護身來用的 但它的護身效果 就沒有 觀音護身法那麼好 因為它說的護身的意思是 是將你周圍的負能量 攀起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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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樣的護身 而這個語人大 觀音護身法 是將你身體周圍 有一個保護罩 之類的東西 所以你們可以 結合兩樣東西 做到可以 你先念請觀音咒 然後不斷地念觀音護身咒 連三五次 感覺到有能量 就開始念這個靜天地神道 所以很多種法 可以是組合去用的 講到這裏 我又希望你們要明白 一件事 明白一件事 學法術 你會不斷地學很多種法術 但往往我們碰到的問題 可能是一個問題 你要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請記住 盡量用N種法術 去對付 去對應這個問題 這樣效果才會更加明顯 請記住 請記住 比如說你 你財話不好 焦財符是肯定的 但是 你有沒有跟對方互生呢 有沒有被互生扶他呢 他家裡有沒有跟他授摘呢 你要去考慮很多問題 又或者好像心理醫生那樣 那個客人找你 你要跟他聊天 或者通過預測 知道他有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 這個問題 導致他現在生活不好 又或者婚姻不好 或者身體不好 是這樣的問題 才導致他這個結果 所以你利用的法術 就應該是很多種法術 去對應這件事情 我這樣說 大家理不理解 明白嗎 讚不讚同 明白了 現在正在訓練 讚同 讚同 香港先生呢 Andy Andy 聰明的小孩叫Andy 幫小孩叫Jacky 何小姐都在這 何小姐你發覺應該 應該是上班的 下午1點半鐘 是呀 是上班的 8個小時 美國約12個小時 差不多 6個小時 6個小時 至差 哦 老師 就是 譬如有個客人來找你四身屋落城 那是不是就是說 你會幫客人做完整套事 就是屋 是呀 你要整套做完整套 對呀 人家找得來 他就是想要一個好的結果 那你就要想辦法 要想多幾個方法一起去做 那便建效又快 明白 謝謝 好 好 還有其他問題呢 老師 我想問一問 是不是第一套 第一套 第一套方法和第二套方法一起做呢 不用 你只做一種就夠了 你兩種一 都做都沒問題的 你拼完之後再點火 因為你還有剩的 那些酒 對不對 明白明白 好